美国联储局公布议息结果,不但维持利率不变,而且低息水平直至2023年,即是上有三年零息时期,将会对全球楼市及股市有利。 美联储发表点阵图显示,预料现时近零息政策会维持至2023年才加息,并会动用所有工具以保持美国经济度过现时难关。 松宜促进就业及稳定物价两大政策目标,较长期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中值为2.5%,比较早前的预测低0.3%,美联储公布最新经济预测,今年经济增长由6月份预测收缩6.5%,上调至收缩3.7%,明年经济回复正增长,增长率调低至4.5%, 然后逐步下跌至2023年增长2.5%,今年失业率预测下调至7.6%,逐步降至2023年的4%,通胀率上升至2%. 并有一段时间高于2%.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指出,公开市场委员会政策声明作出重大调整,是具有前瞻指引力度,足以帮助联储局达置政策目标及支持经济。 联储局从新经济发展道路很大程度取决于疫情发展。 鲍威尔表示,联储局维持每月1200亿美元买债步伐。 买债计划经已恢复市场运作,为金融环境带来进一步宽松。 现时买债规模合适,但需要时可以提高灵活性。 美国未来三年息率会维持现行近零息利率之外。 买债行动亦反映量化宽松计划不变,是超低息与量宽商轨并行的措施。 这无疑向市场显示。 零息加时三年又有量宽计划,对于投资市场有一定好处。 全球各地亦会受惠。 美国在数月经已推出3万亿美元的量宽。 再加上零息继续,造成投资市场资金泛滥。 难怪楼市及股市普遍高企。 美国股市纳指及标指在创历史新高之外。 道指亦高位徘徊,自己突破历史高峰。 欧洲的德国及英国股市距离顶峰不远。 而美国,欧洲以至香港楼市亦成绩不足。 在高位反复,并未受今年新冠肺炎太大的冲击。 表现硬朗,香港楼市表现亦强横。 以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而言。 目前比高峰指低约7%。 只要有利好消息刺激。 港楼重游救峰并不困难。 目前只是受到疫情及地缘政治因素所影响。 假如问题解决,港楼将可重现光芒。 再创历史高峰。